201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 在5月10号这一天正式开跑 会呼应今年主题 博物馆与文化地景 文化部特别于完整呈现 大溪长明生活 以及文化资产的 木浴生态博物馆举行记者会 也邀请大溪美华国小陀螺队 为活动揭开精彩序幕 世界博物馆日 是5月18号 这一次的主题是 博物馆与文化地景 事实上这一次 能够在这里来 我们可以会合了几下 值得我们大家 共同来觉得 非常欢喜的事情 第一个我们完成了 等待了30年的 博物馆法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社造20年 社造20年呢 事实上到了一个阶段 那么在过去20年来 我们最大的成就是两个成就 第一个培养了人才 第二个呢 那么就是观念的启发 那么人才跟观念 我们在大溪 我们看到了 那么第三个 也就是我们现在重新再出发 那么推动社造0.3.0 也就是我们希望社造延续了20年之后呢 有一些年轻的新选进来 今年的主轴活动为博物馆与文化地景的深度导览 洪孟齐部长也在记者会后 由木博馆志工的带领下 从大溪工会堂的讲工行馆 沿着中山老街 细细品味 由当地居民组成 看顾 经营的街角馆 为了让民众更加深入并重视博物馆 文化部特别将5月定位为博物馆月 串联134间的公司力管所 并与教育部以及22个县市 推出深度的导览活动 更邀请6间国立以及地方的博物馆 设计精彩论坛以及展览的活动 期盼能达到博物馆走出去 民众走进来的目标 文化部媒体公关组桃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